好 主要观众 欢迎收看这小时 各位最新邀请到立法委员李德伟 是 大家早安 是 德伟哥早安 我们今天还是要聊关于国防的议题 因为昨天国防部公布了这个全民的国防手册 不过打开来看呢 国防手册里面呢 讲到说如果面对战争 而战争时停水怎么办 停水打给水电公司去处理 那如果说没有粮食怎么办 民众必须要拿着户口名簿去购买 可是这样我们想到说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时候 有可能会空袭 那如果空袭砸毁了家里 那这个户口名簿要怎么拿到 难道民众那时候又要去申请受灾证明吗 政府是不是有点不使人间烟火 是 我想这一个全民国防手册 现在所披露出来的内容 真的让大家大吃一惊 我想真正战事爆发的时候 跟现在的成平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想照这一部手册 应该因应战争时候的需求 而政府有哪些作为 民众又如何的配合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假如说在这里面写出这么荒腔走版的内容 还要大家停水的时候打给水利公司 停电的时候打给台电的话 那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笑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包含国防委员会 我们也一定会再次来要求国防部 要因应要能够预设当时战争的一个 各式各样的假想的一个状况 然后给民众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明确的一个指示 而不是让人觉得这样子做出来 真的是一笑大方的一些内容 我想恶物的战争让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认 觉得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 并不是完全不会发生 所以立法院里面大家也推出国防部如何来针对台湾 中华民国现在的需求来做一些因应 所以这个全民国防手册 我们希望不要不食人间烟火 而要能够真正的在设想战时的状况 给民众一些最基本的指导 是 民众是想要知道简单明了的国防安全问题 当时有南伟就质疑说苏惠说 现在这个防空洞到底在哪里 也布局的非常的不清楚 那现在国防部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现在看到这个国防的全民的国防手册 他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指引 难道现在政府又在搞意识形态吗 说到意识形态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华航的三驾货运 默默的就是被土改的涂装 变成cargo 货品这几个字 但是货品的这个C当中 台湾的图像就消失了 是不是当时政府一直在强调 台湾价值跑去哪里了 是 我想这一点 民进党政府真的是左之右处 一方面又想要讨好所谓台独的基本交易派 另外一方面却又必须兼顾我们现在国际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这样子改了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经费 然后甚至于 我觉得对于华航这一个所谓的民营公司来讲 它的盈利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最后导致飞机飞不出去 这个责任在谁 难道就是华航的股东来背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 民进党政府不要只是想搞意识形态 而每天把我们该做的事不做 那这样子对于 我认为对于华航不公平 对于我们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也不公平 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希望 民进党政府要好好的检讨 是 我们再来看到 到底为什么要把它改成cargo 获品这几个字 因为为什么当时原本台湾的图像 这么的清楚 但现在那个C中间的台湾图像 却不见了 那是不是苏奎昨天就讲了 他说现在担心飞机飞不出去 但是担心飞机飞不出去 这个台湾消失之后 政府应该负怎么样责任 又加上现在两岸局势升温 政府又到底做了什么 是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真的再次的凸显 用意识形态治国是完全不可行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台湾的飞机若飞不出去 难道损失的只是华航吗 我想损失的其实是全民 也包含我们中华民国 包含台湾所有的人民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们真的希望政府不要异想天开 民进党政府不能再 用意识形态来治国 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国民而言 我们希望我们的飞机要飞得出去 我们的船要开得出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 谢谢委员 谢谢 感谢 感谢 好 首先先来聊到 现在有关于国防的安全议题 因为昨天国防部公布了 这个全民的国防手册 但手册内容当中提到说 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 停水怎么办 停水打电话给水电公司 那如果民众饿肚子 没有粮食 没有民生物资怎么办 要拿户口名簿来去购买 但是户口名簿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都会随时在身边吗 所以刚刚立委李德维就直呼了 现在根本就是官员不食人间烟火 而且根本就没有战争的情势的模拟 政府好像没有办法 把战争的情势模拟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现在恶物关系升温 现在台海局势也备受关注 那现在台湾有可能发生的几率又加的 更加跟升高了 但是现在国防部连防空洞 还有全民国防手册都讲个不清不楚 是不是政府又在搞意识形态呢 来看到华航的三班的这个货运机呢 竟然从原本的C字样 有一个台湾的字样 有个台湾的图像 变成了cargo的货品的运输的涂装 那是不是呢 政府当时强调台湾价值又被消失呢 所以六里德威就质疑了 现在呢政府真的不要再搞意识形态来治国了 因为民众想要的事就是货品卖的出去 货品进的来 但这个不是民众应该要承受的责任 以上是这些国内贼金 我们在这个讲给彭内主播 我们先要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